全球現場 接下來中共二十大 今天是第五天了 大陸外交部已經發表 過去十年的外交重要的成果 更多的新聞重點 時間交給真榮 好 大家好 晚安 全球現場時間 我們帶你來看到的是 中共二十大今天上午十點鐘 是舉行了第四場的記者會 裡頭是聚焦大陸 過去十年的外交成果 中國大陸外交部的副部長馬朝旭 也針對了港澳的部分 發表了相關的說明 表示說將會開展 針鋒相對堅定有力的鬥爭 他更說是連續拿下 台灣九個邦交國 面度外部遏制打壓和無力干涉 我們開展了針鋒相對 堅定有力的鬥爭 連續拿下台灣當局 九個所謂的邦交國 國際社會堅持一個中國的格局 更加鞏固 有力的阻惡外部勢力 干預香港事務 連續挫敗反華勢力 利用各種問題 對我國進行攻擊抹黑 捍衛了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 而現在台海情勢緊張 當然也是引發了美軍的關注 南華早報就做出了一個這樣的報導 這是美國的海軍作戰部長吉爾黛 他就表示 大陸最早可能就會在今年武力犯台 雖然目前外傳的時間點都是在2027年 但是他認為說 應該會是在今年2022 或者是明年2023年 因此美國海軍需要在這兩個時間點 做好完全的準備 吉爾黛表示說過去20年 你可以看到大陸兌現 每一個承諾的時間 都是比約定的時間點還要早的 所以當大家在討論 2027年的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他認為無法排除是在2022 或者是2023年 大陸犯台的可能性 而在中共20大上頭 習近平他是重申 絕對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吉爾黛也表示 在中俄日益增加的威脅之下 美國海軍應該要隨時處於備戰狀態 而只是我們關注的是經濟的話題 現在全球都面臨到了一個問題 就是通膨不斷地飆升 物價不斷地漲 好 當然了 各國當局也都是提出了 很多不同的因應政策 但是我們就要問了 這個成效有用嗎 真的是可以救經濟 讓民眾不再這麼辛苦嗎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美國由於先前疫情大撒幣的關係 所以他們採取了一個 比較超寬鬆的貨幣政策 好 利用很多的緊急貸款的企業 這個計畫要幫助當地的一些中小企業 還有地方政府紓困杜南關 還把基準利率砍到逼近零 雖然當時在疫情很嚴重的狀況之下 是穩住了經濟 可是後續創下了40年來最高通膨 包括民眾最有感的就是物價 一些民生用品 油價 好 開車加個油 房租二手車價格 現在大家都非常的貴 拜登就簽署了這個降低通膨的法案 著重的是在稅制 醫療保健跟綠能 三大方面的改革 而另外我們要來看到的是英國 現在除了當然之前的疫情的影響 還有再加上俄屋戰爭持續延燒的緣故 導致他們的國內通膨也是不斷地飆高 7月的英國消費者物價指數 也就是所謂的CPI年增是10.1% 是G7第一個通膨報表的國家 什麼都在漲 包括了電價漲幅高達了54% 天然氣的價格也漲到了95.7% 當然了 民眾真的覺得很辛苦 影響到的就是特拉斯英國首相 他的政治前途 因為原本他上任之後 提出了一連串的降稅方案 這樣子的方案遭到了很多批評 馬上每隔幾天政策立刻法夾彎 已經引爆了民怨 所以現在就連黨內同志都要逼供他下台 而在我們看到的是日本政府看待這個通膨的態度 好像是比較樂觀一點 雖然說現在日元持續走扁 創下了泡沫經濟之後的新低點 那麼日本央行的總裁 他們還是主張說超寬鬆的貨幣政策 是沒有讓日本陷入通貨緊縮 在成長或者是雇用方面都還是有成果的 可是問題是民眾有感受得到嗎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比較寬鬆的貨幣政策 當然了還是沒有辦法解決通膨的問題嘛 電費物價也是漲不停 影響到的是百姓的民生 甚至連企業像電價對他們而言也是非常大的負擔 那麼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預計在10月底之前 要推出前所未有的經濟刺激的計劃 預算可能會達到1000億美元以上 而我們來看到的是在美國 拜登政府呢為了要救自己的民調號 因為呢11月8號重要的日子 他們要期中選舉了 所以拜登19號就宣布要從戰略石油的儲備 釋出行動當中 釋出最後一批1500萬桶的原油 到市場要降低油價 先前美國 汽油的平均價格一度飆迫 大約是每加輪5美元引發了民怨 儘管價格後來是比較平緩的 但是通膨還是相當高 仍然可能會導致共和黨在11月的 其中選舉打敗民主黨最大的因素 所以現在批評者就痛批 拜登這樣的舉動 只是為了要救救他自己的其中選情了 而英國首相特拉斯 他上任之後就火速宣布 實施要規模是達到450億英鎊的減稅計畫 後續導致整個英鎊大扁 金融市場大混亂 當然了民怨四起 而現在在反彈的聲浪之下 先是特拉斯的多年盟友 前財相夸騰 他請辭下台之後呢 緊接著內政大臣布瑞弗曼 他也宣布要辭職 特拉斯五天他就連失了兩個內閣 面臨了政治危機 虛聲此起比落 議員建瑞質疑高喊下台 英國首相特拉斯在國會發言屢遭打斷 在野工黨領袖施凱爾質詢時 甚至當面質問特拉斯 怎麼還不離開引發激烈交鋒 特拉斯的稅制改革政策引發銀棒狂扁 兩次的政策大轉彎更使他顏面掃地 14號才讓多年盟友錢財相夸騰辭職 希望藉此平息外界怒火 如今在拋震撼彈 內閣大臣布瑞弗曼 也在社群網站上宣布抵除辭辭 布瑞弗曼表示犯了錯 就該下台負責 遭外界解讀委建制特拉斯 至於內政大臣的空缺 將由前首相強森內閣 前運輸大臣夏普斯接任 金融時報指出夏普斯是特拉斯前對手 蘇纳克的支持者出任內政大臣 被視為特拉斯試圖平衡黨內派系利益 堅稱自己不會下台 但五天內流失兩名內閣高層 特拉斯深陷被逼供的危機 根據英國媒體報導 有保守黨資深議員透露 特拉斯的下台時間 已經不是暗日倒數 而是以小時來計算 英國國家統計局公布 9月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10.1% 再度觸及40年新高 其中又以食品的漲幅最為劇烈 同時冬天也將來臨 有民眾表示 接下來不是挨餓就是受動 自詢為新版鐵娘子的特拉斯 武力挽救經濟 上任僅一個多月支持率僅剩一成 是否真的將成為英國史上最短命的首相 讓全球持續關注 記者蔡清晨報導